进行录制吧 录制应该还记得吧 开发了 那这个我就不定我了 反正这一二三四 你就把那个步骤先踩排过 然后就开始录制了 OK 如果你对录制聚集还不熟 请你多花一点时间 反正有时间 上班总会用到Excel 我想应该没有一个软体的 普及性会比Excel来得更高 而且上班根据统计 使用软体的时间 还有次数最高的 应该没有超过Excel的吧 甚至有些电脑上面 如果没有安装Excel 很多人就觉得 这是一台电脑吗 它怎么用呢 没有Excel 还能怎么用呢 所有资料要放哪里 所以哪一天 怎么老板说 我们要为了要省钱 所以我们不买微软的东西 因为那个现在Office 每一年都要收一次费用 有没有 Office 365 OK 那如果公司要省钱的话 那就不要买 不要买怎么办呢 你现在有免费的 叫Libra Office 或Open Office 免费的啊 对不对 好不好用呢 其实也不难用 但是很多功能就差了一点 比如说你要列印的时候 你会找不到 那功能在哪里 你要做报表的时候 有些习惯的功能 就是大概95%是相似的 可是会反正物你会卡住 那卡住你就会觉得 老板你还是花钱吧 那我可能没办法 效率整个就当下来了 所以还是没办法 所以你还是非得要把Excel 这个熟悉 而且以这种趋势来看 即便要付钱 但是大家还是非得要付钱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 大家不想付钱 应该也是有啦 可是我想应该 在有生之年 应该没办法看到这一天吧 我们会消说不要被微软给一直攻占那个市场 但问题就是没有第二名出现 现在有哪一个软体 如果今天要把Excel拿掉 有没有一个软体可以快速可以取代它 好像似乎是不太行的 所以这个当然如果以这种情况下来看 那我们只能够怎么样 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第一步哦 那当然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录制好 那我是已经录制好了 那录完的东西放哪里 其实哦 就是Visual Basket 里面的一个模组 有没有 模组里面就是这两段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聚集 里面就会有这两个 你可以按执行 它就跑了 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要怎么样 去看里面的程式就按编辑 这样也可以啦 其实你会发现 你按下编辑 实际上它只是帮你把Visual Basic打开 也帮你把模组打开 有没有 找到你现在的程式位置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Sub 这个程式 这个名称就是你自己打的 步骤就在这里 我上面是有把它加一些注解 比如说我们游标先放在B2 所以其实你录下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啦 Range B2.slater 未来如果说你想说老师我不想录制 我自己可不可以打上去 也可以啊 你自己打也是OK的 是可以执行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Ctrl Shift向下 其实它是吧 游标放B2 Ctrl Shift向下 就向下就这一行 再来的话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的话呢 它就因为你有个Selection的动作 所以会产生一个Selection的 这个所谓的物件 选取 选取区域的物件 这个Selection其实就指的是什么 指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要做什么呢 做底下的这个动作 叫Test to Colors 所以其实资料口析 应该在Esser里面的名称 如果英文版的话 应该是Test to Colors 它翻译叫资料口析 不过翻的好像完全不太一模一样 因为Test to Colors 要怎么翻比较好 文字转 转栏位吗 还不好翻 算了 还是叫资料口析好了 好 后面的话有一些参数 到哪里 Designation 后面这个参数名称 到C2储存可 那底下当然有一些 如果你将来慢慢观察 你会发现其实这都是有根据的 而且每一个其实都可以修改的 Array就正列 后面的这个数字是第几个字 不,应该是第几个败者 因为你会发现 中文字的话它算两个败者 这个全形也算两个败者 所以你会发现它从0开始 后面这个9是要跟不要 我们不贵入此栏 它就是9 亏入此栏就是1 所以你会发现4的话就是1、2 就这个瓜虎的话 大瓜虎算两个败者 所以这里1藏两个 两个 第四个嘛 所以后面这个到哪一个 到7 所以4到7这个是它要的 所以把它留下来 不要的话就久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想改的话 慢慢再去揣摩一下上面的意思 其实也可以把它做一个修改 程式不用重新录制 也可以拿来做使用 0为什么是0 因为特别注意 它这个我们字一般是从第一个字算 对不对 可是在它的认知 它是从0开始算 它编号是从0开始编号 不是从1开始编号 所以电脑是很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其他部分的话我想 各位就是在把它了解 清除的话就是 游标放在C2 就是Range C2.Slate 然后Ctrl Shift向右 所以你会看到XL to Right XL Down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清除的话就是什么 Clear Contents 清除掉就可以了 不过跟各位讲 其实清除的话 假如说我们用录制需要试行的话 如果我要自己写的话 其实不用写这么多 其实如果自己写的话 其实只要写什么 写一行就好了 你只要写什么 写这样子 Range C2 后面点Clear Contents 但是特别之后 我们C2只有清这个 但是我要到哪里呢 到1的多少 E8这个范围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C2冒号 打一个E8 这样子的话呢 就等同于什么 刚刚那个四行的结果 看得懂意思吗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要清楚的话 我轻易你刚才不要入 自己写好了 从这一格 有没有到这一格 的范围 有没有 左上到右下 点Clear Contents 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清楚了 我们来试一下 应该可以懂这一道的 其实不难记 按确定 过来 清楚的话 刚刚要四行 现在一行 有没有 结果一不一样 还有同学说 老师之前我们清除 不是还有个方法 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对不对 其实这里可不可以呢 可以试试看 不知道 OK 试一下 这个等于这样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写法很多元 OK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只能固定一种写法 所以将来你们自己看那个VBA相关书籍 假如写的跟我讲的不一样 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真的城市最麻烦的地方 就太多种写法 每一种都可以 但是跟各位讲 你要选一个 你自己习惯的写法 就好了 你不要说跟风一下跟这个一下跟那个 跟到最后呢 自己怎么写都不会 你就想哪一个方法你比较好记就好了 比如说像刚刚给我三种 录制 跟那个点clear contents 跟这个 哪一个你比较好记 你就记哪一个 OK 你不要说三个都要记 那三个都记不起来 OK 最麻烦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吧 如果你这个比较简单 就记这个就好了 好 可是最后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这样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资料剖析 它就一直跳着 这里已经有资料 要不要取代 当你按个确定是补法 可是就是会影响 影响感觉那个 整个流畅度 然后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不要让它出现 这些东西还蛮讨厌的 这些东西还蛮讨厌的 诶 那这个地方 那旅按取消 好像会出错 OK 那所以如果将来 你希望按下它 那个东西不要跳出来的话 能不能把它关掉 其实是可以的 它前面是APP 那现在呢 Esser管理这么多 所以它能管多少事情 哇 它管这么多 一只手拿着一个资料 就是里面的设定 有没有 那如果绿色的就做什么 那里面一堆 那可是呢 我刚开始想说 因为同学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我的逻辑告诉我 这个是Esser管的 好 第二个的话 它里面有个设定 要不要显示那个东西 那显示的话呢 英文要Display 有没有 跳出来那个东西就Alone 所以呢 如果我就打一个D 因为它其实 会自动按照英文字母排序 那Display Di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大概打Di 那会有出现 类似于我要的那个功能的设定 有没有 Display 有耶 有没有 Display the Lens 顾名思义嘛 要不要跳出 那个 那个东西叫Alone 那个讯息方块 好 那如果我把它点两下 那可是问题 要跟不要的话 就是开跟关 那怎么开跟关 后面加一个等号 等号之后 它会跳一个开关给你 那我要关掉嘛 关掉应该哪一个 对FORCE就关掉了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样子我们大概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定了 不过最后的话 请你在最后一行 有没有 再加一个True Application 把这个复制过来 底下加一个True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它关掉 以后呢 可能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跳Alone 那就不跳 不跳的话会产生错误 OK 所以你先关 到它跑完再打开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实很多功能 可能我本来不知道 有没有 但没关系 你可以用推敲的 其实有些东西出现它就是一个物件 那物件里面有哪些设定 你可以玩玩看 就像说你们 新手驾驶 有没有 或者你开别人的车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什么 空调在哪里 怎么知道 用场上没有图字嘛 对 你给它乱按没关系 它不会坏掉 按按看嘛 开关有时候是打开了嘛 其实这个到底差不多 所以有些时候 假设你不知道什么功能 没关系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实在是还是试不出来 我讲过嘛 你可以application上方 按F1 有没有 它就跳什么 跳说明嘛 有没有 application物件 后面刮resale 意思就是跟你讲说 好 application物件就是指的是resale本身 那底下的话有很多叙述啦 如果你 假设你愿意多了解一下 我跟各位讲里面都有答案 你会想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这样的写 跟各位讲 我大部分的知识都来自这里 因为我用查的嘛 我不懂我就查嘛 我不懂我就查 程式其实不是说 所有东西都要背起来 然后可能那么多脑袋可以背 对不对 脑容量也没那么大 很累 对不对 背那么多东西 所以有的地方 我大概知道原理原则 那我就用另一式的原理原则 我就推敲 就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 大部分都这样 OK 另外还有一点 可能我平常还蛮喜欢阅读的 而且蛮喜欢书店的 尤其像夏天 热热半时 书店嘛 一整个下午躲在书店里面 翻一翻书 看一看 不管什么书嘛 总是随便看看嘛 各类 但不是只有城市的书籍 城市书籍其实是 看起来是 但不是很好 很好消化的 可能看一点别的东西 这个也类似 好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类似的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试一下 知心 有没有 不见了 清除 不见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清除 然后application 等于这个force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